独立记者兼作家马特泰比发布了系列推文 马斯克称为推特档案 推文共有30多篇披露说推特控制言论 最初是为了打击垃圾邮件和金融欺诈者 但推特员工和高层慢慢发现这些工具有越来越多用途 外人开始请求该公司操纵言论 开始一点点之后越来越多然后成为常态 泰比推文中说到了2020年相关行为者 要求删除推文的请求已成为例行公式 一位高层给另一位高层写信说 拜登团队指出有更多内容需审查 回信达到已处理 推文还附了5条拜登团队要求删除的推文连结 在系列推文中泰比分享了推特高层之间的电邮和通信截图 显示推特是如何审查纽约邮报关于韩特拜登的文章 马斯克推文预告周六将发布推特档案的第二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热丽综合报道